啊 什麼 刺多的跟仙人掌有得拚的零桶葉 竟然可以成為過去我們 隔馬來小朋友 童年生活的重要玩具啊 究竟他們是怎麼辦到的呢 另外 謝老師又重重發掘了 哪些科學原理和傳統玩具的 新改造呢 想知道嗎 那就跟著我們今天的科學小圓子 一起動手 變身成為童玩高手吧 你看看Ginmy的 小小零桶可愛 我發現 彩虹欸 他自己發揮創意啊